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中华民国年历早已超过百年 尽管21世纪进入政党政治多元竞争的年代 在这100多年当中 绝大多数时候 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 也是最左右国家命运的政党 党旗和国旗重叠 党的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重叠 机关机制的互通重叠 这个国家有好一段时间 中国国民党等同国家 这季台湾演绎就为您介绍这个政党的前期 和各领导人的崛起 清朝末年 反清革命组织纷纷成立 孙中山 陆浩东 杨渠云等广东籍同乡 在美国台湘山成立新中会 是中国国民党最早的组织形式 成员多为海外华侨及商人 最初会员总数达130人 国民党最早就是在1894年11月24号 在弹香山成立的新中会 这个是目前国民党在党史上面 认为是创党这一天 就是国民党的党庆 孙中山之所以在弹香山成立新中会 是因为兄长孙德彰为当地华侨 是颇具经济实力的牧场主人 而新中会在当时华侨圈 被视为会党帮会组织 会党就是所谓秘密节圣 就是兄弟会 割劳会 结拜会的 这样的所谓金兰会这样的一个形式 大家以兄弟相称 在台湾话叫做华侨 就是差学为盟 华侨在外边有很多帮会 因为他们在外边要互相帮助 很多人用姓 用这种中姓和同乡 然后来组织一个堂 你要来革命的话要有这种群众 群众最能够来找到的就是帮派 因为帮派它有组织 国民党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是比较有些人的政党 比如说很多怀侨的商人 因为他们捐款给国民党 就是对方满心所以不吸收 另外就是中产阶级跟有钱人比较多 1900年杨麒云辞去新中会会长一职 改由新中会秘书孙中山出任 190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东京 与潜往到日本的反清组织华兴会领导人 黄兴和宋教人共同决议 将日本留学生及华侨所组成的数个会党 和新中会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革命组织 中国同盟会 并推选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的总理 新中会在华南 在广州 黄兴 宋教人 他们是华兴会 所以在湖南 在长江一带 他说你要过得太分散力量了 他说你要做个革命 为了大家一起 然而孙中山仅是一届习一的读书人 为何能使各方臣服 进而服众领导革命 当时孙中山被革命人士跟民间戏称 他叫孙大炮 为什么呢 他的这一个口才 他的变才无碍 以及他对革命理想的一个鼓吹 就像大炮一样 连珠发这样啪啪啪啪啪一直讲 讲不停 可是都是一些空谈 都是一些天马行空 不切事迹 还不如黄兴带着这一个贵党的 或者带着知识分子上街头 去供清朝的衙门 十次革命起义里面 孙中山其实大部分都不在 他都在海外募款 等于他是头面人物 是精神象征人物 是一个所谓综合型的人物 但是执行人物 或者行动人 并不是他在当 历经十次武装革命失败后 革命党人终于在1911年10月10号的 武昌起义成功的带动各地响应 推翻清朝统治 不过一夕间风云变色 改朝换代的混乱局势 根本不是这些 凭热血救国的革命青年 所能掌控 同盟会是一个 它是多个这种政治团体 比如什么光复会 华兴会 共进会 然后还有青帮 红帮 它是一个大杂会的力量 因为是一个大杂会力量 它的组织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它就没有办法有效掌控 所以中国局势当时 你可以看到 就一推翻满清之后 那个政权落在谁的手上 或谁来掌控的局面 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们说叫做实力军人派系的掌控 所以最早我们看见 实力派系的这个 实力军人头呢 就是袁世凯 1912年民国成立 中国各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 许多过去秘密结社的会党 都公开阻挡 一时之间超过上百个政党林立 宗教人非常醉心于政党政治 所以宗教人就非常地积极去 游说其他的这些性质相同的 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政党 而这个政党就称之为叫做国民党 国民在当时算是蛮普遍运用的一个名词 就像这个孙中山讲的 说今天的革命不是像过去一样是一个王朝革命 而是一个叫做国民革命 当时国民党是由国民共党 共和实敬会 中国同盟会 统一共和党 国民共敬会 等五个小党合并成的大党 1912年8月25号 国民党举行成立大会 与会者三千多人选出九名理事 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 和先前同盟会刚成立时一样 国民党创党成员 所怀抱的目标并不一致 最根本的领导核心 理事长孙中山 理事宋教人 两个人对党的组织发展 就存在其意 求党的量的扩充 还是要求党的值的精进 那么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孙中山基本上比较认为 应该求值的精进 就是说仍然加入这个政党的人 要经过一些选择 但是宋教人 基本上就认为 应该求扩大 应该尽量求其的大 所以两个人在这一方面 意见上面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宋教人跟孙中山 想问有不一样 宋教人他主张议会那个字 孙中山是主张 那个宋统治 议会那个字 所以好多人就去找宋教人 为什么他议会那个字 一个人是大家政党来分嘛 来组内国嘛 组内国的时候 大家讨价还价嘛 所以好多人就找 找这个宋教人 后来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 他不管了 这也是为了这种 互相的党派 在个人的这个关系感情理念的不同 而呢 宋文无略 1912年年初 孙中山已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让位给实力派军人袁世凯 在当选国民党理事长不久 也将职位委由宋教人带领 宋教人在国会积极推动内阁制 引发袁世凯不满 1913年3月30号 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教人 宋教人被暗杀以后 在国民党阵营里面就分成两三派 一派认为说 我们马上用武力来对看严实看 然后有一派 像黄欣来讲的话 他就认为说 应该走的是法律的诉讼路线 所以可见就是 国民党在面对很多问题上面的话 他的看法本来就是很分歧的 那在这个分歧的过程里面 孙中山的主导性也没有那么强 1913年7月 国民党召开党务会议 决定兴师讨员 发动二次革命 但才一个月 二次革命就宣告失败 不久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 可是因为二次革命的一个发动 使得袁世凯他有了国民党 作为叛乱团体的口识 他因为这样子 有了解散国民党的理由 那因此孙中山先生为了要团结所有的人 所有的力量来反对袁世凯的弟子 挑战他的眼神 只好到东京去建立了中华革命党的基地 那建立了这个基地之后呢 他推动了返元的一个讨伐 1914年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是秘密会党 规定党员必须宣誓 对孙中山个人的效忠 你要加入以后 你要认同这个党魁 所以要对党魁的一种所谓一个忠贞 所以当时就说每个人都要签入 我补充深中山的领导等等 就是把所有的过去国民党的中山 把它更为严谨 可是也因为这样造成环兴他们的一些不满 环兴他们认为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补充你个人的领导 那个清朝独裁 所以你要革命 现在你要独裁 你这个是矛盾嘛 所以要我们大家通过补充民会 不准你个人 个人崇拜 变成独裁 那我们不敢 所以黄兴获得他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 到美国去了 就这个原因 1915年10月 中华革命党时期 孙中山与小他27岁的英文秘书宋庆龄 在日本东京结婚 参加婚礼的党内同志 只有陈其美一人 很多人都反对他跟宋庆龄结婚 那为什么反对人年龄差得太大 而且你有太太什么是中华 还是比较保守 但是他们认为说 你劝他 他认为说是我过了那个事情 你们先放反对 你们就不要参加了 可能有这样子 1916年1月 袁世凯称帝 把国号改为中华帝国 但仅仅83天就宣布取消 而袁世凯也在6月份出事 1919年孙中山回到上海 撰写孙文学说 同时将发展不胜成功的 中华革命党 广纳青年学子 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期间 全国思潮风起源涌 大家对于中国求心求变的那种渴求 非常的气派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孙中山先生他提出他的孙文学说 使得很多年轻人受到了鼓舞 包括像胡汉民 等等的这样一些民国的园军 他们都不断地在鼓吹这样的思想 他们也觉得 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所有的力量 我们现在应该组织成一个新的政团 就叫做中国国民党 不过1922年发生广东军阀 陈炯明围攻总统府的叛贬事件 让孙中山下定决心 进行国民党的改造 他认为就是为什么革命那么多年 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党员 陈炯明是个老党员 那为什么仍然还会发生这个事情 那主要就是 这个党本身的这个组织有问题 党员跟党的领导者之间有问题 所以这个党的改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孙中山想学习效法的对象 正是俄国共产党 并请来了俄国顾问鲍罗廷 为国民党拟定新党章 规定以孙中山先生为总理 享有最后决定权 俄国顾问鲍罗廷替孙中山所操拟的 国民党新的党章当中拟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移植了 其实是造超了苏联的一个党章 那么苏俄的党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严密的金字塔形的组织系统 然后在这里头相当强调纪律 国民党改造纳入俄国共产党元素 孙中山也在党内展开联俄容共的政策 让共产党人一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20号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改组正式定案 在中央组织这一方面 就是除了原来的传统的组织宣传 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两个主要的部门以外 另外多增加了民众运动的部门 进行所没有做的这些事情 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 就是扩大了国民党的这个动员的能力 就国民党开会的这个代表 一半是各个区选出来 还有一半是孙中山典名 设计里面就找了许多共产党员 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 毛泽东也来了 毛泽东是选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会议以后 那个党中央成立六个部 还有一个秘书处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给共产党人掌握 孙中山为了让国民党有自己的军队 于1924年1月 在广东黄埔岛上成立了黄埔军校 任命国民政府东征军总指挥 蒋中正为校长 创校之初最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武器和经费 武器就苏联给了 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困难了当然就不讲 这个代价就是 孙中山承认蒙古独立 不过自从孙中山采取了 联俄融共政策 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路线之争 政党越大 派系就越多 成员也越复杂 在总理孙中山过世之后 中国国民党内部权力问题立刻台面化 有好一段时间权力核心维持着集体领导制 不设最高领导人 一直到面临军阀割据 北伐抗日 时事造英雄 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 于1938年坐上了国民党总裁位置 真正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继续这个单元 来看这个政党的发展 和蒋介石的崛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崛起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 孙中山总理逝世后 党中央决议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制 他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 我们知道他的名称叫总理 那这总理他这个名称后来国民党就决定 永远的总理就留给他了 党内有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他会有一个常务委员会 当然会推一个主席 那这个主席不是真正的 像孙中山以前那样总理的角色 他只是一个委员会推出来的主席 张静江 他在各方面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过当时仍有一些 从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 同为广东籍的党内干部 被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尤其刚接任广州国民政府首任主席 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最被看好 那么孙中山当时以他为左右手 一个是这个胡汉民 一个就是汪精卫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国父遗嘱谁写的 汪精卫写的 口才好文才好 然后组织人类墙外貌又很出众的 他一站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领导人 我们从孙中山那一张遗嘱 那一张遗嘱有很多人签名 签在上面的名字 都是在党里面有影响力量的 可是你看到那一张遗嘱上 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 换言之蒋介石在那个时候 还是权力的外围外围 这时期党权力核心的路线区分 亦可从对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 态度主张做区分 就分成三个派系 一个主张就是说 应该把共产党清掉 张继 林森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后来就成立所谓的 那个习三会议派 然后另外一派的话 就是主张继续走的是 孙中山的联合荣共的路线 那这一派的话 大概就是汪敬慧 另外一派的话就是 基本上态度并没有那么坚定的 大概就是以蒋介石为中心 其中西山会议派像是谢池 周鲁 林森 张继 共十多名成员 在1925年年底到孙中山灵鹫 站错的北京西山碧云寺 另行召开一届四中全会 史称西山会议 会中决议取消共产党员 在国民党的党籍 解除书二鲍罗廷顾问职务 并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 那么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就趁机 就扩大他们的力量 那么就让国民党内部呢 那么这些所谓原来反对共产党这些 又感到非常的紧张 而且非常受到压力 有一批坚持反共这些人 就离开了广州 然后到先是到北京的西山 召开了西山会议 然后之后到上海 成立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党中央 那么这个就是上海党中央 为此广州国民党中央 于1926年1月 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案 将立场反共的谢迟 周鲁两人永远开除党籍 而当初因为联俄融共政策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开始在国民党内部 产生分化组织的能力 他要去掌握黄埔学生的办法 就是在黄埔学生当中 成立了一个小组织 就是青年军人联合会 简称青军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 就不断地在国民党里面 在黄埔军下里面 在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 所以很多这些青年军人 很多黄埔学生 不知不觉就接受着想法 所以它一度扩张得非常非常大 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时候就50个人 但是到1927年5月的 那个第五次代表大会 好像到了4000多人了 因为国民党它有资源 有媒体 还有社会关系 所以共产党在里面 就利用国民党的帽子 去做发动工人 发动农民 甚至参加到黄埔军销里面 但实际上在发展自己的力量 由于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队割据北方各省 导致国家分裂 1926年7月 国民党适施北伐 目标是消灭北洋军阀 完成南北统一 当时任命黄埔军校校长 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从此蒋中正成为广州国民政府 最有实力的军事领袖 影响力急剧要升 当一个国家的内部 不断的发生内乱的时候 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的局面 给了军人很大的一个发展 施展的舞台 他要绝夺到权力 是非常轻而易举的 虽然党的机器里面 有他的对手 像汪精卫 像胡汉民 这些都是他的挑战者 事实上这些人 只不过空有虚名 他们不打公开讲 心里想还是 讲这时还是独裁 他有军权 汪精卫他只会 小文章只会演讲 他没有军权 他很心也不甘 他说我应该是 这个孙中山以后的 我应该是老大老二 我跟胡汉民 应该是这样子 你讲这时是后来的 你是狭老弟 然而北伐行动不久 1927年4月 俄国共产党顾问鲍罗廷 暗中扶植国民党亲共派 如汪精卫等人 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意图瓜分政治利益 这让蒋介石决定 铲除国民党内的 共产党人势力 于4月12日 在上海发动青党 一直持续到8月 具体亲共的手法 是非常惨烈的 因为当时在打仗 所以亲共的手法 就直接杀人 就直接把共产党 抓来杀掉 或者关 或者杀 或者什么样 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青党滥杀了很多的无辜 有很多共产党人就讲到 回忆说 我们当时整体来讲 从我们的共产党成立 到民国16年 我们的党员都不到 1万人左右 可是青党的人数 就清掉1、2万人 那你这些人显然就是 根本都是被迫害的 所以在被迫害的过程里面的话 也引起很多人对国民党的一些 所谓的不满 产生对孙中山路线的继承的一种纷争 比如说宋庆宁 他当然就是认为说 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这种路线 当时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 将反共的蒋中正及胡汉民 开除党籍 4月18号 蒋中正在南京 另外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党分裂 史称林汉分裂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呢 中央党部后来分裂成 武汉有一个 南京有一个 还有一个不被武汉喜欢 也不被南京喜欢的 这一派的人叫西山会议派 他也有一个中央党部 他们被弹劾了 可是他们就另外成立一个中央党部 当时有三个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有两个国民党所支持的国民政府 1927年8月 凝汉复合 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 两政府合并为一 凝汉之所以在合作 主要是因为北伐 军事的中断 使得北方的北洋军阀 他们开始集结他们的力量 准备要重新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领地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使得南京跟武汉 他们都意识到 他们可能不能够再继续分类下去 因此必须要两边合作 才可以抵抗北方南下的军事压力 因此呢 双方各退一步 蒋忠仁先生他也下雨 汪继位先生他也下雨 武汉跟南京就彼此商谈合作的事情 就在蒋中正下野的这段期间 他藉由完成终身大事 让自己在党内分量出现蹲下 再要劲的效果 9月蒋中正连续三天登报声明 结束与其他妻妾的关系 接着12月迎娶孙中山的小姨子宋美玲为妻 正式连结他与总理的联金关系 也深化他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 所以蒋先生为了促成这个临案合作 你也可以说他不得已不得不下野 那刚好他在下野这段期间 那他其实这段期间已经跟宋美玲 已经有很热恋中 其实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宋美玲 那这个当然对于他在党的地位 当然也有所提升 他毕竟跟总理变成一个殷妻 他们结婚除了爱情之外 其实是为了中国的未来 他们在他们结婚的一个公告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他们就说他们两家的婚姻 代表的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未来 婚后不到一星期 蒋中正重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继续领导北伐 腰鬼退后 腰鬼当务 1928年12月 东北实力派军人张学良输成 拥护蒋中正 耐克起长期分裂的中国忠告统一 国民党也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合法政党 以党领政这段期间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 这是当时的 有啊 有青年党啊 可是青年党就变成一党 这是要被取缔的 共产党也在啊 所以它是一党 其他党当然不愿意啊 我们看到包括 包括不要说只有其他党 包括知识分子都不愿意 知识分子都不在批评啊 我们看当时有一些杂志 根本就是在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 不过接下来的1930年代 国民党面临内忧外患 先是918事变 日本侵华东北失守 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湖南一带 建立武装力量与地方政权 国民党军队于是发动五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于是发动五次围剧 国民党军队于是发动六次围剧 公路的原因 合作与地方政权 福贝斯的国民党 维党的国民党 为了解百产 14次围剧 混血 八年 1937年7月7日 对日抗战全面展开 进入非常时期 需要集权来产生效率 于是1938年3月 国民党在武汉召开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改变领导体制 从过去委员制改为总裁制 蒋中正顺利当选总裁 而当时的副总裁 正是蒋中正的政坛对手汪精卫 根据日记的讯息 汪精卫不希望再有党魁制度了 后来是不仅是有党魁了 就是总裁 那甚至还有一个副总裁 那副总裁以汪 这个请汪来当 那么多少是有一种安抚的作用 有一种安抚的作用 那但是我们后来 我们发现就是 王清卫对这个答案是 不能满意 不能接受 也后来他们采取一个方式 就是正跟负包裹起来 是选举 但是这个选举是用鼓掌的方式 就是大家以彼此同意 尤其在日本禁逼的对日关系 汪奖合作之下 后来确实也当了他的副总裁 那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合作 汪奖合作 所以那个合作下 主要是在那种形式下 偷使用 我倒不觉得 它有没有趋救的问题 而是只要是当时的 主要是当时的国家情势 大概走到那地步 汪奖必须在这个情况合作 尤其在对日问题上 日本侵华的国家情势 让蒋汪合作 两年后 这样的合作又再度出现变化 在中国国民党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 虽然曾经历经集体领导阶段 但终究蒋介石 从竞争中崛起 过程中 他曾经和副总裁汪精卫 有竞争 也有合作 从北伐到国共内战期间 也曾极度下野 但蒋介石 确实是执掌 并且影响国民党最久的领导人 在多数的时候 也是总统兼政党总裁 继续第三单元 来看中国国民党从抗日时期 一直到前台 1940年中日战争期间 日本扶植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在南京成立亲日政权 由汪精卫担任这个政权的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与总裁蒋中正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分治对立 汪精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们也知道他长得非常的帅 有人讲说他耳根软 就是他没有什么定见 如果说他去武汉赠钱 是因为包鲁金的关系 然后南京赠钱的话 其实是日本的关系 所以他都是被很多人拱散来 所以他的性格 其实是很容易受告别人的左右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扶植一些亏类政权 代替他来统治那些地区 使得他的占领可以成为有效延续和合法的 汪精卫他认为中国必须要跟日本 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回应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跟蒋中正先生的想法就完全不同 蒋中正先生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他必须要团结全国 齐力抗日 但是汪精卫先生的想法就觉得 我们不应该以暖及时 使得中国失去了往后生存的契机 1940年代 中国国民党也成立台湾党部 首任主委翁俊明 在福建漳州开设一家医院作为掩护 目的是要在日本殖民地台湾 发展抗日组织 但成效不大 1943年成立的台湾党部是在福建漳州 当时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台湾 设立台湾党部 尤其他的目的是要呼吁台湾人起来反抗日本 所以这是不可能成立 所以台湾 他在张州设立的台湾党部 那在台湾发展的这个是一个秘密组织 那欧俊明在台湾党部成立之后 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就死亡 那是说被下毒了 所以等于台湾党部的整个运作 事实上并不是非常有效用 战争对国家社会产生了巨大破坏 物资缺乏 民生凋敝 连公务员的薪资都付不出来 如此艰困的年代 却经常传出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 最具争议的人物莫过于蒋中正联金 宋美玲的姐夫孔祥熙 孔祥熙当时不但是行政院副院长 也是中央银行总裁 还兼任财政部长 但传出他利用职权发展私人资本 包括私营山西玉华银行 买卖证券 经营棉纱 面粉等战争管制物资 再将获利存入海外银行账户 1944年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二中全会 党内就出现了导孔声浪 十二中全会开会之前 蒋介石去找了四从四的 四从四的陈不磊 他的秘书陈不磊过来问 问外界对孔祥熙的观感 那陈不磊很老实地告诉蒋 说一般的观感孔祥熙在外面做生意 然后观感不好 在五届十二中全会之后 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当中呢 孔祥熙是陆续的把他这三个重要的公职 把他交了出来 宋美玲的姐夫孔祥熙家族 社会观感不佳 但他自己反倒积极经营慈善形象 在抗日期间推动妇女支援前线运动 包括伤兵医疗 缝制军医等 而且宋美玲还担任蒋中正特使 赴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为中国进行募款 争取国际形象 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江中正获得最终胜利 声势如日中天 但是党内风气纪律 和派系斗争的问题 却一步步侵蚀 国民党的威信与团结 1945年以后 那个抗战胜利 当时到地战区去接受的 比如到上海南京去接受的 接受代员 就叫做接受 叫打劫的接 国民党就叫做接受代员 不是去接受地产 地点那个女生来财产 而是等于去打劫 所以马上就被人报复 都是这样贪污的 所以贪污当然这个极其名分 国民党党内确实有很多派系 在那个时候至少有政学系 CC系 黄埔军系 延系 贵系 三清团 等等这些小的一些支派 可是因为抗日战争的一个 打号召底下 其实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之所以会发生一些冲突 主要是在1945年 战争结束之后才爆发的 各个派系为了战争之后的一些政治利益 可能有一些纠葛 那这样的一个纠葛就造成了彼此之间政局的不稳 抗战胜利的喜悦维持不久 1945年年底 国共内战爆发 因抗日战争 与国共内战的双重消耗 原本国民党 450万名的军队人数 大幅减少 仅剩下两三百万人 这场战役要怎么打下去 党内分为两派 一为主战派 一为组合派 尤其是李中文他自己有军队 他也并不完全希望自己的军队就在内战里面打光 因此就会造就了1949年 李中文他期待组合 蒋中正他期待组战这样的一个差别 国民党又认为说 我打败了日本 我实力很雄厚 所以我应该可以用军事力量去解决中共 但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 他在八年时间内 他用各种游击的方式 运动的方式 打了地方的团链 民团 甚至是小谷的国军 他今天已经今非昔比 所以他的战争的经验 跟他的实力各方面都已经很雄厚了 等到最后他有机会进到东北 拿到苏联给他的武器之后 那他就能够打天下了 所以后面的局势就一败涂地 到了九月十月 把国民党的总裁办公室移到阳明山 那把行政院大概是十月 就移到了台北 真正挥别了大陆雇国山河 从成都这样子飞到了台湾 这时候他是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陆他会丢掉 为什么我培养了这么多的黄埔军系 分崩离析 或者效忠于他的 是少数又少数 撤退到台湾后 蒋中正与党内核心干部 积极思考党务改造方向 1950年8月5日 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身份 指定陈城 蒋经国 连正东等十六人 组成中央改造委员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职 党的改造正式启动 那党的改造现在看起来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统一党的领导权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的党是分裂的 就刚刚我们讲他有内部 那个派系竞争的问题 派系竞争到最后 把中国大陆都搞丢了 原本内部有好多个派系 互相竞争 互相来分割势力范围 所以他的改造的重点 是我怎么样把权力统一 全部就是变成效忠在 党主席蒋介石的领导之下 接着各县市也成立改造委员会 并广设登记战举办党员归队 一方面当时台湾已经实施戒严 新政党不能自由成立 另一方面国民党也开始争取地方精英 深入地方派系 因而形成国民党一党独大数十年 那49年整个过来以后 蒋介石来这边确实是痛定失痛 从领导人的角色 他开始要进行国民党改造 然后这个改造其实就延续了蒋家 在国民党整个在台湾的统治 我可以这么说 就国民党的立场改造成功 就因为他完全可以掌控台湾 然后他还跟台湾的地方派系做结合 因为其实他来 1950年就开始实施地方自治选举 开始有选举 而选举他又跟地方派系结合 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一直到今天都很难都撼动 因为在台湾的地方选举 选举要怎样才能够更有效 让国民党能够加强在这个地方政治控制 那有两个派系的彼此的制衡轮替是有利于国民党控制 国民党同属在地方才能营造出两个派系 那有时候甚至这个地方没有两个派系 还会再创造另一个派系 最明显是在台湾系 我让他达成那个派系彼此自然的 有人称中国国民党为百年老殿 但也有人赋予解言后 历经政党改造政党轮替的国民党全新的定义 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 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胡婉玲 这集台湾演义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